你能买我一夜吗 买我一晚上 女人第一次接上拉客 却碰到个死脑筋男人 眼看男人想要拒绝 女人直接放出狠招 我需要钱 这是我第一次 这下男人彻底无法拒绝 只能一路紧跟妹子来到指定地点 但看着双手发抖的妹子 男人留下几百块钱后 便匆匆离开了房间 都留小青一夜无眠 林更这么做的原因只不过是 不想看到一朵花还没绽放就被暴雨淋怀 再加上她与妻子结婚多年 都未曾孕育一儿半女 看着小青纯洁的脸庞 她不自觉地将对方当作女儿一样心疼 可林更万万没想到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回了她的家庭 从民宿出来后 她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 今天是她和妻子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谁料 公司突然要求加班 等林更忙完已经是深夜了 正思考如何向妻子的她 路上竟碰到了小青这个小插曲 她大发扇心帮了一下女孩 在林更看来 自己是随手做了一件善事 然而此时引发的蝴蝶效应缺毁了她 很快 林更到了家中 但不知为何她突然心慌地厉害 当她打开房门后 竟看到妻子的尸体 她错愕地搂住对方 不停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 可对方早已失血过多 更不幸的是 她的噪音引来了邻居的注意 健壮 众人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林更也自然而然地被列为嫌疑人 加上她的妻子生前办了一份高额保险 而受益人只有林更一个人 所以警方怀疑她是为了这笔巨款通下杀手 就因为保险受益人是我 你们就怀疑是我杀的我老吗 林更此时像一头愤怒而又受伤的狮子 无能狂怒却唤不来一丝清白 然而当警方问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妻子被害的那个时间段 她有人可以作证自己不在现场 林更立刻带着警察来到昨晚的民宿 谁料 民修老板竟不承认昨晚见过她 甚至说从未见过小青 林更顿时火毛三丈 她气急败坏地质问老板 可对方却直接无视了她 警方为了保证老板的安全 立刻将林更锁进了车内 正当林更一筹没展示 她突然在车窗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此时的她谁也不相信 她只相信自己 趁着警察打电话之际 她连忙跑了出去 林更与警察展开一场竞跑比赛 不料 其中一名警察竟突发心脏病 为了救同伴 其余人也放弃了追捕 统统聚集到一起 而林更也因此得意逃脱 她再次找到民修老板 这次说什么她都要问出小青的下落 可林更完完没想到 两人再一次相遇尽如此奇葩 女人第一次出来卖 她装作老练的样子 直接退下歪套 可发抖的手 却被男人收入眼底 以前没做过这种事吧 面对男人的嘲笑 小青也不示弱 大叔 他感情是要加钱的 瞬间 林更拿出五百块钱拍在桌上 随后一言不发地离开酒店 而另一边的小青 她以为是自己吓到了男人 但在看到桌子上的前后 她便不再多想 着急忙慌地寻找男友 小青熟练地来到一间酒吧 死死盯着男友的位置 突然 她向对方跪了下来 苦苦哀求男友陪她去医院 还把丛林更拿里得到的钱 不分不胜地交给男人 听着男友绝情的话语 小青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 她操起一个酒瓶 威胁男友陪她去医院 奈何力量悬殊太大 小青被男人打得无法起身 而就在这时 林更突然出现 她三下两出就把小青男友 打得满地找牙 巨大的声响引来了酒吧的安保 在他们的阻安下 原本喧闹的场景渐渐安静下来 最终两人被赶出了酒吧 而林更看着此时行尸走肉般的小青 竟无法向女孩开口替自己作证 因为害怕小青会做伤害自己的事 她一路护送着女孩回了家 可她刚刚走到路口 就听到小青与房东的争吵声 女孩甚至一时激动晕倒在地 林更立刻抱起女孩赶往医院 直到这时她终于了解了事情真相 原来小青因为与男友偷偿经过 不小心怀了孕 为了不被外人发现 小青找到男友要钱打探 谁料对方静不承认这事与她有关 心灰意冷的小青只好开口向父亲要钱 父女俩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小青刚刚放完喊话 扭头便离家出走 恰好此时她遇到了林更 她向对方推销自己 本以为会受到一场折磨的女孩 万万没想到 林更在听到她缺钱后善心大发 不仅没有对小青动手动脚 还留下了一笔钱给她 而小青终于得偿所约 她再次找到男友 这次不需要对方出钱 只要能陪着她就好 谁料 男友的态度竟是如此 她心中彻底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等小青醒来后 看到的竟是林更一不解代地照顾自己 她内心十分感动 在得知对方需要自己作证后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因为有了一份陪伴 小青紧张地心意安定下来 很快她便输睡过去 而林更则偷偷拿起女孩的手机 捏手捏脚地来到窗外 可她万万没想到 她接下来办的这件事情 差点害死自己 大叔 他感情是要拆钱的 女人第一次出来卖 就碰上性情大叔 对方磨磨蹭蹭不肯动手 女人无奈只能自己解开外套躺下 就在她以为对方有所动作时 男人忽然起身 将几张钱派在桌子上 然后便扬长而去 对于林更的行为 小青十分不解 但她已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他都不重要了 然而小青万万没想到 自己兴高采烈地找男友 竟看到对方左拥又抱好不惬意 甚至在她提出陪伴自己去医院时 将小青抱揍了一顿 男人根本不承认与她有关系 直到林更出现 小青才得以从狼窝脱身 谁了 这段时间的压力竟在此刻瞬间爆发 小青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林更连忙将女孩送到医院 在这里她终于了解了事情真相 在小青醒来后 她想女孩表达了自己的来意 希望小青可以替自己作证 为了感谢林更的援助 小青同意了 而此时内心不再孤独的女孩 安心地闭上眼睛休息 林更则偷偷拿起小青的手机来到阳台 她给女孩的父亲打过去了电话 你女儿现在在山城市人民医院 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在201禀吧 林更万万想不到 接电话的人竟是抓捕自己的警察 而另一边的小青父亲 在得知女儿住院后 立马停下手中的工作 驱车来到医院 看着床上满脸病态的女儿 她心中说不出的难过 谁料就在这时 林更突然走了进来 看着眼前熟悉的警察 她把腿就跑 而小青父亲也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追了上去 可女儿却拦住了她 危急关头 小青只好将事情告诉父亲 她不可置信地望着女儿 你听着 你要把那天晚上的事情 彻底忘掉 为了女儿的清余 她将自己的事业都豁出去了 谁料 小青却听不进去 她一心只想替林更洗清嫌疑 因为在自己危难之际 只有对方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小青与父亲不欢而散 而另一边的林更 她还在不停地奔跑 以此来躲避警察的追捕 她万万没想到 本以为已经甩掉了的警察 竟再次追了上来 两人在大桥上你追我赶 直到一人筋疲力尽 另一人则突发心脏病 小青父亲撑着一口气 把枪打伤了林更 而她也支撑不住一起倒了下去 最终小青还是替林更做了证 而林更妻子的死因 很快也会被查清楚 林更是清白的